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我父上帝 我们相信我父上帝饶恕我们 我们误会肮脏的罪恶 在这时间求上帝饶恕我们 主啊因我的罪恶把自己推向了败坏 求主怜悯我们饶恕我们的罪恶 我们相信我父上帝是赐福于我们的 主啊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获得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阿们 在座的各位 很多人一提到过年就以为 哎呀这过新年真好 那么在这世上 我们人因犯罪都成了属魔鬼的 而尽管如此 我们人内心追求的是 好路 我们喜欢追求的是崭新的一天 追求的是崭新的一年 我们就以为 哎呀这新的一年来了 我会不会也能得到一个新的运气呢 其实没有任何关联的 甚至很多信主的人 还在推崇的是这世俗的方式 以为过了一个新年 就有一个新的气象了 那无论是阳历还是阴历啊 人类按照自己的需求呢 就设计了这样的台历而已 在韩国呢 阴历只符合韩国的处境 那到了南美那个地带 那人家种庄稼的那个节气 跟我们韩国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国家 太阳升起 太阳落山 就说是一天 那到了北极呢 六个月 一直就是连续 白昼啊 我们的思想不能仅仅局眩 于这种条条框框 我们的思想不能仅仅局眩 于自己的想法和理论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国家为什么度过了 非常痛苦的日期 就是青黄不接的日期呢 我们人类犯罪的时候 我们人犯罪的话 导致自然界受灾害的 我违背上帝的话语 我犯罪了的话 我双手所做的事情都会不顺利 越来越糟糕的 那大家知道 我们韩国曾经一度追求的是 儒教思想 那么儒教思想 那都是 违背上帝话语的呀 在这世上 只有在基督里 能成为崭新的新人 并不是说 通过换环境啊 或者是 有了一个新年 就能 有新的开始 很多人爱搬家 以为搬家 有了新的环境 就能重新开始了 那并不是真正的 重新开始啊 很多人搬家的时候 内心很激动 哎呀 我去个新的环境 能有个新的开始 甚至很多人呢 去移民 哎呀 移民加拿大 移民澳洲 那很多加拿大的牧师 怎么说呀 说加拿大现在 已经走向下坡了 这福利制度 福利制度 人人追求福利制度的时候 就是走向 败坏的前兆 因为 有了福利制度 人就 依靠福利制度 不再依靠上帝了 这时候导致一个国家 走向败坏 我们国家也一样啊 英国 挪威 瑞典 都是因为 推崇福利制度 走向了败坏 大家知道在美国呢 65岁以上的老年人 每个月 有一些 政府的补助啊 那么美国呢 哪个州最贫穷 卖那个大麻的那个州 是最贫穷的 那这通过世上发生的一切 我们要从中 聆听上帝的声音啊 大家知道 埃塞俄比亚 使徒形状八章 埃塞俄比亚曾经 甘大基的下属忠臣呢 是领受了福音了 埃塞俄比亚一度是很兴盛的 而自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不再敬畏上帝 反而爱世俗 反而与作恶行恶的相交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走向了败坏呀 我们读圣经 为什么读不懂啊 因为我没有获得信心呀 并不是圣经难懂 是因为我还没有获得这份信心呀 约安福音六章69节 在这世上 只有在基督里 才有崭新的心的开始啊 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我最近 也不看电视 也不怎么看新闻 那最近 整个国家的问题 都在围绕着这种 说说贿赂和腐败的问题 展开话题 而且执政党不被百姓认可 或者很多百姓 很多国民觉得 执政党不值得信赖 在座的各位 我们人眼前有成功和失败 而成功和失败 就是天国和地狱 我的灵魂能得救赎吗 我的灵魂能去天国吗 什么是新圣呢 正是灵魂得救赎 才是真实的成功啊 我们找一下 以西解书十八章三十节 如果我们国家 如果真的能认识 我们国家的历史状态的话 我们一定要信耶稣的 而当今很多的教育 很多老师 不认识历史 通过历史也没有 习取教训啊 在这世上 什么是博士学位呢 我们教会 某个教友 他领受了这四阶段悔改 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呢 他写出了一个论文 而他这个论文呢 就得到了博士学位 那么他再深入地写了一篇论文 我屏幕是看了之后说 这个有点太深奥了 很多人还不能够接受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领受的这圣经的话 与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非常非常深奥 是非常庞大的奥秘 也是非常庞大的爱和能力啊 而我们聆听了这样的福音 领受了这样的福音 我们为什么还无动于衷 没有任何的感觉呢 这真的是太痛心了 甚至很多人去听一些假的福音 听一些假的讲道 那真的是最凄惨了 在座的各位 一个家庭里 如果一个家庭里 这个孩子不顺利的话 这孩子无形中 无形中就成了不孝的孩子 那一个国家的百姓 作为一个国民 我现在很多事情不顺利的话 无形中我就是个国家的负担 成了不孝的 我幸福我平安的时候 就是个孝子 我幸福我平安的时候 也能做真实的爱国者呀 就比如说一栋楼房里 柱子就要牢固 做好这个柱子的角色 就每个人无论在哪个领域 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能够诚实谦虚 虔诚地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这个群体 这个社区 才会运作得好啊 等于说 无论是在社区里 还是在一个团体里 我们都要 合而为一呀 而在这世上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是合而为一的 信耶稣基督的 绝对是爱国者 是最爱国的 而我们呢始终犯罪 把自己推向败坏 成功和失败 人人追求成功 而我们人不认识什么是成功 结果把自己推向了败坏 坐上了总统的位置 还会把自己推向败坏 因收受贿赂 因腐败 贪恋钱 才结果把自己推向败坏啊 那人家一开始做总统的时候 并不是为了败坏自己 肯定是为了好 结果为什么把自己推向了败坏呢 因为我们人没有这个正确的价值观 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成功啊 成功是什么 我的心灵得救赎 我的心灵 迎接耶稣基督 领受了这福音的时候 这时候祷告 祷告才能达到上帝那里啊 我的灵里得救赎了 这时候在这世上 才是万事横童 身心获得健康与保守啊 因为主耶稣基督保守我们 今天我出门之后呢 看见一个警官 我问他您是哪个部队的 他说是他是中区的 我就跟他问候 最近很累吧 他说是的 然后我培阳牧师局 跟他介绍了一下我自己 我曾经给你们做过教练的 我曾经也在这个警局里啊 他说哎呦是吗 那我今天正好开的这辆车 是某个牧师给我买的一辆车 那人家那警官就说 哎呦那您开这辆车 这车真好啊 我说是啊 然后这位警官就说 按照我们的惯例呢 在警局里面有局长 也有一些高官职员 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惨呀 非常的凄惨的 说为什么人家的结局 那么的惨呢 而您这位老前辈 您这位老先生 哎怎么还挺好的 我培阳牧师没说别的 我就说我们要信上帝 如果我没有信上帝的话 我也会推向 我也会把自己推向败坏的 犯罪 罪恶是有代价的呀 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我们犯罪按照我的一举动 如实受返还呀 而上帝向我们伸出了救援的手 给了我们一条得救赎的道路 正是悔改呀 我们人都犯罪 心里有恨别人的心 心里有淫乱的心 这些都是罪恶 这罪恶都有代价的 而上帝饶恕我们这些的罪恶 正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正是靠着这基督的奥秘 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呀 在座的各位 而为什么很多牧师妨碍这福音呢 为什么很多的牧师 不承认这四阶段悔改呢 在座的各位 我们要醒悟过来 警醒过来呀 我们国家为什么遇到了这样的危机呢 因为人人追求的是名誉和钱财 人人追求的是好名声 内心贪婪 因贪婪追求的是自己出名 在基督里边 一切都是爱心呀 只有耶稣基督是爱 我今天跟我们的一个教友就说 这位信徒 或许您现在的处境非常的惨 很痛苦 但是千万不能忘记 上帝是最爱你的 所以我也爱您呀 如果体贴肉体的话 我们就要吃好喝好 不是的 大家知道如果我们人 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 看一个人吃什么 通过一个人吃什么 就决定了一切 我们体贴肉体 为了体贴肉体吃东西 那就是把自己推向败坏 我们人是靠上这道话语而活 我们人每一天每一天 都要吃上这道话语 成功与失败 这最根本是什么呀 我们要离弃罪恶 悔改 就离弃罪恶 不再犯罪呀 一切结束十八章三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前天刚读过这句经文 我们读了却没有遵守这句话语 所以这句话语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们读了圣经话语 就要遵守 照着上帝的话语 如是在照做 遵行啊 一切结束十八章三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所以主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 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 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过 罪过 这样罪孽 必不使你们拜往 阿门 成功与失败 正是因为罪恶把自己推向了失败 失败就是什么呀 不是这世俗上的失败 是灵魂不能得救 熟悉地狱 那才是最大的失败 也是最凄惨 最可怕的 我们的罪恶能得到饶恕 使我们离弃罪恶 这是何等的爱 何等的恩典 是靠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宝血得来的恩惠呀 真言二十上七节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再来读一遍吧 上这道话语 都是赐福于我们的 是和我们立下的约定 是应许啊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祝福啊 如果不想失败 我们就要悔改 一定要悔改 悔改了离弃罪恶 离开罪恶 我们认罪悔改 得到上帝的饶恕 所以这最关键的钥匙 就是要悔改 而悔改呢 一定要靠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全能者上帝的儿子 是没有罪恶的 耶稣代替我们 做了代数物 代数我们 代数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唯独全能者上帝的 儿子的保险 才能解决我们 所有的罪恶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呀 因为全能者上帝 本身是没有罪恶的 他的儿子 也是没有罪恶的 是无瑕无次的 是圣者 是圣洁的 而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却把自己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为的是实现上帝的美意 上帝的旨意 那么在座的各位 因有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们能来到主面前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这是何等的爱 何等的宝贵的恩惠呀 我们走向失败 是因为我们有罪 我遇到很多困难 是因为我有这个罪恶 我的儿女很多事情不顺利 这都是因为我有这个罪恶 而我怎样才能离开这罪恶呢 唯独靠耶稣基督的保险的功劳 唯独靠认罪悔改呀 一细解释十八章三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所以主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 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 你们当回头 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 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 阿们 我平行牧师真心地希望大家能领受祝福啊 我们每个人内心领受上帝的话语 蒙上帝的祝福 而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不懂得感恩感谢 得到应许的人是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呀 事实记七章啊 我们得到了这恩惠 我们聆听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是何等的爱 是何等的祝福啊 我们要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无论我现在身处于什么样的环境 有上帝向我伸出了救援的手 为了拯救我 给我机会认罪悔改 没有比这更大的爱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都会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悔改 离弃罪恶呀 一夕解书十八章三十一三十二节 上帝并不希望 罪人因罪恶死去啊 上帝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希望我们 因信耶稣基督得救赎 得生命啊 我们找一下提摩太前书 二章 我们找一下提摩太前书 五章 五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 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 有些人的罪 先到审判案前 我们的罪恶都会一一展露出来 都会一一展现出来的 大家知道金友成将军 这位将军的书 大家可以好好读一下 有一些正史 也有一些野史 那么野史大部分都是 反对方写出来的 那么里面有很多的 不可告人的秘密 很丑陋 很无悔肮脏 这说明什么呀 这就是 大家和我 我们都是罪人 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 都会把自己陷在罪恶里 越陷越深 而悔改了 离开了罪恶 使我们得救赎啊 这正是靠耶稣基督啊 诗篇119篇11节 我们内心 默想上帝的话语 为的是不犯罪 为的是战胜罪恶 不至于犯罪啊 唯独靠默想圣经话语 聆听主的话语 遵守上帝的话语 才能获得这份力量 战胜一切 征服一切 不至于犯罪啊 有时候我们读一些 历史的人物 历史人物中的这些自传 我们读了之后 就会受一些启发 希望自己也要像这些将军一样 做爱国者 但是大家知道 我们夫妻之间也没办法 了解对方的心 因为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只有在基督里是 一条心意 而基督外边呢 是各自各样的 是千姿百态的 内心有自己的贪婪私欲 而按照我们的一举一动 按照我的贪婪私欲 如实地依受返还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这都是我犯罪恶的代价 是我种下的恶果 也有我祖祖先先 种下的恶果 我们人就是这样 活在罪恶里 出生在罪恶里 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 悔改了 离弃罪恶呀 这就是上帝向我们 伸出了救援的手 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派遣了爱子耶稣基督啊 提摩带前书五章二十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 如同先到审判案前 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 阿们 那有些人的罪明显 我们就是这人是坏人 那这个人的 其他人的罪没有显露出来 我说哎 这人就挺好 不是的呀 我们人都一样 都是一样的罪人 都是一类的罪人 因为我们人都是犯罪的 而我们的罪恶 都会一一地展现出来 一一地暴露出来 我们人欺骗不了上帝的 上帝会一一地把我们 所犯的罪恶显露出来 只不过有先前显露的 那我们需要怎么办呀 要悔改呀 要臣 我们要真诚地悔改 如果上帝说明我的罪恶了 这罪恶就得到了赦免 就不再被过问 不再被纪念 上帝洁净我的时候 我就能洁净 这就是靠悔改 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允许 悔改的允许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们能认罪悔改呀 传道书七章十七节 行恶犯罪的人 为什么命很短呀 行恶犯罪很多的人 命很短的 很多人说 哎我犯罪了 也没什么反应 还挺好的 再次的各位 大家要醒悟过来 警醒啊 我们真的要真心地祷告 对自己 对尤其是对家人 为父母 为儿女 为妻子 为丈夫 我们要真诚地为他们祷告 真诚地 谦虚地为他们祷告 认罪悔改吧 替他们认罪悔改 大家知道最近的医生 都怎么说呀 都不敢 都不敢随便地 定义了 因为很多事情太奇怪了 昨天查出 什么病都没有 昨天查出的是癌症 初期 怎么到了第二天 突然变成了癌症晚期了呢 很多医生都不明白 哎呦 有时候他们会责怪患者 哎呀 为什么 不早一些来看病啊 怎么等到晚期才来看病 但是有些人 真的是 刚开始查就是初期 但是呢 没过几天 再查复查的时候 就发现就是个晚期了 很多事情 靠科学 靠这样医学 是解决不了 也没办法解释 所以很多医生 都没有确信了 为什么说 小朋友 孩子们 都能身患糖尿病啊 我们以为 只有大人 才能有糖尿病 但现在小孩子们 小朋友们 都有身患糖尿病的 这说明什么 人啊 千万不要自作聪明 人类可千万不要自作聪明 不要依赖科学呀 我们特别的傲慢 依赖科学 自以为聪明 自作特别的 自以为自己在领尖 顶尖的领域 自以为自己是唯我独尊呀 却不知道自己 已经把自己推向了败坏 我们的罪恶 都会一一展现出来 以什么样的形式 比如说事业遇到困难了 或者是身患重病了 那么第二十五节 善行也有明显的 那么罪恶呢 一定是明显的 那么这些罪恶 不仅会展现在我身上 也会如实地 遗传给儿女身上 为什么说警局里的高官们 结局都那么的惨呢 那我嫖母师给他讲 他却听不懂 罪恶如果不悔改的话 因罪恶把自己推向败坏呀 一起解释十八章三十节 罪恶的代价一定是死亡 是永火的地狱呀 而上帝给我们得救的机会 给我们这么庞大的恩典 这是通过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 所以我们要每一天每一天 时时刻刻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向主承认我的罪 求耶稣基督的宝血 赦免我一切的罪恶 时时刻刻醒着 我内心里的这些一系列的罪恶 有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得赦免呢 在我小时候 我经常看到我的爷爷 他好绅士啊 非常的绅士 我的爷爷出门 除非我爷爷先路过了 先走过了 其他人才能 过马路 那好像我爷爷特别的绅士 而这都是出自自己的贪婪私语 在上帝看来 这都是在犯罪呢 是欺负别人 折磨别人的表现呀 我们不要自己在自己欺骗 自己了 我们以为在这世上我做官员 我有个官职 好像多了不起 但是无形中欺负了很多人 无形中犯了很多的罪恶 这就是自己犯下的罪恶 那这些罪恶 我们意识不到这是罪恶 上帝把这一系列的罪恶都指明给我们看 为的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 从而能够认罪悔改 因为只有悔改了 人才能活 圣经的话语就是帮助我们认识 我的罪是什么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所以教会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常常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悔改 使我们盟主的恩惠 使我们成为有福气的人 我们犯罪了 再加上我的祖祖先进也犯罪了 我在这世上完全是黑暗的 没有任何的希望 我们的信息 而上帝给我的是盼望 能得救赎的盼望 生命得救赎的盼望 罪恶能得赦免的盼望 所以很多人来找到教会 为的是得到上帝的安慰 因我犯罪 因罪恶导致我的内心伤痕累累 唯独耶稣基督的保险能安抚我内心的伤痕啊 唯独上帝的话语 使我的内心得安慰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 为的是我的罪恶得到饶恕 使我的内心获得平安啊 在座的各位 大过年的很多人在外边搞庆祝 而我们来到主面前 来到礼拜堂 献礼拜 为的是得到永生的祝福 为的是灵力得救赎 为什么很多人疯了呢 儿女便疯 孩子疯了 这些癫狂疯了 是因为 祖祖伯伯 犯了什么罪呢 是因为 算卦 而且搞邪术 搞巫婆 找邪术 以赛亚书44章25节 犯罪的 尤其是算卦的 算命 算卦的 搞巫婆 搞邪术 这些后孙都会变疯 而且是癫狂的 当然了 这世上人人都算卦了 我们的祖祖先前 越是有钱的 就找一些算卦的 找一些算命的 请到家里算卦 找一些巫婆 搞邪术的 请到家里 搞一些巫术 甚至是跳大声 我小时候也见过 这样的光景 请一个 酸挂的 来到家里 然后 拿两个 硬币 就翻来覆去的 就是 看硬币的正反面 就凭着自己的感觉 在算命 能懂什么呢 唯独上帝主宰着这一切 靠我们人的 本能的意识 是什么都不明白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国家现在遇到危机了吗 越是这时候我们要悔改 越是这时候我们要祷告 投靠上帝 上帝帮助我们的 我们要做光明的儿女 做主耶稣基督里面 做上帝的儿女 诗篇139篇一节 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的言行举止上帝 全都知道 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会一一地展现出来的 行恶作恶的 罪恶也会展现出来 行善的也会展现出来 这是全能者上帝的话语 是面对我们所有的人 所以我眼前看到的是什么呀 我身患重病了 或者说我很多事情不顺利 或者说我看到我的儿女不顺利 这些都是我的罪恶 一一地展现出来 在提醒我 帮助我 给我机会认罪悔改呀 在这个年代 我们有幸能来到教会 来到主面前 聆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领受上帝的话语 这是何等的爱 何等的恩惠呀 是全能者上帝爱我们 向我们伸出了救援的手啊 大家知道 我们在这上欺负人的 我欺负谁了 就相当于欺负上帝 是藐视上帝的罪恶呀 真言十七章五节 很多人因做官员 在高的职位就欺负人 随便数落人欺负人 而这些人的后孙 都几乎家破人亡 不顺利的 为什么曾经有钱的家庭 到了后孙这一代 就什么都不顺利了呢 为什么越是身处高职位的 后孙就不顺利呀 这一切都是因为罪恶 罪恶的原因 没有认罪悔改呀 没有认识耶稣基督 没有认罪悔改呀 就比如说 我们做相同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去采金子 采金子 采得越多的人呢 他身上的灰也烙得更多 那全身上下烙一身的灰尘 但是他也多得了这个金子 就是说 罪恶 罪恶特别的多 反而好像能得了钱财 好像反而成功了 而人却意识不到这是罪恶 而上帝的应许是 要饶恕我们的罪恶 要赦免我的罪恶 不仅饶恕我的罪 也能饶恕我们 祖祖心心所犯的罪恶 只要我们祷告 认罪悔改 只要我们信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只要我们信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赦免我一切的罪恶 这是多么好的应许啊 这么好的应许 我们聆听了 我们得照了 没有比这更庞大的 没有比这更大的爱呀 大家知道在韩国呢 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都在干嘛呀 宪祖就是祭拜祖先呀 那是拜偶像的罪恶呀 给魔鬼拜祭呀 结果换来的是什么呀 辛辛苦苦 祭拜祖先 其实都是在祭拜魔鬼 越是有钱的人 特别地讲究这个祭拜祖先 但是越是有钱人 为什么家破人亡啊 为什么后孙都不顺利呢 祭拜魔鬼 能得什么样的祝福啊 祭拜魔鬼 那反而是灾难和咒诅 祸害自己 祸害子孙三四代呀 只有敬畏上帝 遵守上帝的话语 才能赐福于后孙 使子子孙孙领受祝福啊 很多人在这世上犯罪了 每当过年过节 就祭拜祖先 其实祭拜魔鬼 反而加增了罪恶 把自己推向败坏了 在座的各位 唯独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洁净我的罪恶 唯独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赦免我一切的罪恶的 所以在这时间 我们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认证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认证悔改吧 领受了祝福 使我的子子孙孙领受这福音 我的子子孙孙 在这世上一切都哄通 我们有这样好行为的时候 能照亮身边的人 不仅使我的灵魂得救赎 也拯救这个国家呀 在座的各位 哪怕这个房屋全腐烂了 但是柱子不倒的话 还可以盖房子的 我们国家有希望 是因为领受了这福音 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的福音呀 正是上帝向我们传的天国的福音 认罪悔改的福音呀 大家知道 为什么韩国分成了两半 成了北朝鲜和南朝鲜呢 而且南朝鲜还算是 还算是温饱 能有温饱 而北朝鲜却很苦啊 因为韩国信主 投靠主与上帝同行 而北朝鲜呢 北朝鲜 却始终温饱问题没能解决呀 吃米饭都是很大的心愿了 而北朝鲜的人 多么多么的勤劳啊 起早贪黑的工作 而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呢 诗篇127篇1节 我们在这世上再勤劳 再刻苦 但是如果上帝不给我开恩 如果上帝不给我祝福的话 我再怎么辛苦劳累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再说的各位 大家认真地听啊 我们内心的良心要活 良心活了 我们才能遵守上帝的话语 如果良心死去了 我们就分不清什么是罪与善 而唯独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保险 能受到良心活过来 使我服侍永生的上帝呀 大家知道在韩国呢 政府推崇的一些改革呢 往往是不对线 而且行不通的 所以有一次两次的潜力之后呢 韩国的国民就开始 不听政府的这些推崇的改革了 越是政府推崇的 国民就选择不做 我们内心要聆听的是上帝的旨意 求上帝引导我的路 按照我们的想法 一切都是败坏的 提摩塔前说六章九节 投靠自己想法的必定会失败 而我们国家的政府呢 经常投靠人 投靠人的理论和知识 结果把自己推向了败坏 而在族的各位 我们来到主面前 我们来到教会的人 是投靠上帝的 投靠耶稣基督的保险 投靠上帝的引导啊 我们唯独靠福音才能活呀 这时候才能做真实的爱国者 我们要做孝子 做爱国者 我的灵魂得救赎 我能坚守这份信心 不妥协的时候 不仅能拯救我的灵魂 也能拯救我的家人 拯救父母 也能拯救身边更多的人 拯救国家呀 在座的各位 在信仰问题上 信耶稣基督 求主保守我 使我坚守住这份信心 不沾染世俗 不妥协呀 韩国一度多么的推崇 儒教思想呢 儒教思想 有特别多的条条框框 曾经韩国推崇佛教 被佛教 后来发现佛教呢 毁了这个国家 后来就开始推崇儒教了 那么现在我们国家是信奉基督教的 信耶稣意味着什么呢 信耶稣的人是为他人的利益着想 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活呀 凡是为自己的利益 求自己的利益的 那是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 那不是信仰 很多人为了推崇自己的名声 那不叫信主的人啊 我们现在遇到困难 我们时刻请查一下 我们是不是总是想表现自己 我的自我完全要消除掉 我的自我完全是死了的 是没了的 只有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出来 能拯救灵魂 能医治疾病 能拯救更多的灵魂啊 那么我朴牧师领受了这庞大的恩典 正是四季段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而这领受是蒙上帝的恩惠 也要完整地分享给身边所有的人 上帝的爱是为他人的祝福而活 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活 这才是上帝的爱 而我们一直是为自己而活 希望自己得利益 自己的利益有损害的时候 反而恨人 反而犯罪了 在座的各位 我们醒悟过来 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 要认识上帝的爱 为他人着想 为他人的利益而活 求他人的利益不是求自己的益处 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系列的现象 就是我的罪恶 十篇五十篇二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行了这些事 我还闭口不言 你想我恰和你一样 其实我要责备你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 阿们 在座的各位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会摆在我眼前 我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 我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遭遇了 这就是我需要悔改的内容 我的祖祖先贤 曾经是一度是做官的 很风光 随便待人 瞧不起人 欺负人 那这系列的罪恶呢 如果全降在了儿女身上 如果我们的祖祖先贤 认识这道理 如果我们祖祖先贤 认识这福音的话 就不至于那样犯罪了 而很遗憾 我们人犯罪的时候 都是因为无知 不认识耶稣基督犯罪了 而这些罪恶都是有代价的 而上帝始终没有放弃我们 始终是向我们 伸出了救援的手 是上帝先爱了我们 给了我们耶稣基督 要帮助我们 要拯救我们 要救赎我们 大家相信这份爱吗 所以今天我们悔改吧 我们认罪悔改了 这命运能得到改变呀 我们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基督 为的是使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灾难和咒诅啊 我们每天都要靠日用的饮食而活 这日用的饮食就是上帝的话语 每一天每一天是领受上帝的话语啊 相信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每次过年过节的时候呢 很多人回老家过年 但是今天在教会里看到我们的教友 来到主面前献礼拜 我真的是好开心呀 虽然我们祖祖先先犯罪 我们也活在罪恶 出生在罪恶里 而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洗尽一切罪恶的 有这份允许 有这份庞大的爱 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呀 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趁早地来到主面前 踏踏实实地 虔诚地认罪悔改呀 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认罪悔改 求主帮助我 使我的眼睛睁开 使我看得见我心里的罪恶 使我看得见我眼前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 这是我身上的一系列的罪恶 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赦免这一系列的罪恶 解决这一系列的罪恶的问题呀 所以我们每一天每一天 来到主面前 谦虚地认罪悔改 虔诚地认罪悔改 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尽我们一切的罪恶 使我们得到这份福音 使我们得到这 是允许啊 列王纪上二章三节到四节 因其耶稣基督遵守上这道话语 得来的祝福 是使子子孙孙领受这一切的祝福啊 这才是成功 这才是祝福啊 我在这世上贪污了一百万 结果这个一百万 这代价就落给子子孙孙 就是灾害啊 灾难和咒诅啊 大家知道在这世上很多人犯罪 却意识不到这是罪恶 而罪恶的代价都会落到儿女身上 使儿女受遭殃啊 大家知道在美国呢 美国有一种 统计 就是这个家庭曾经是做什么的 而到了儿女这一代 变成什么样子的 全有一份统计 相信我们国家也要认识到 这份统计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领受了福音 有了这份信仰 正是信耶稣基督 罪恶得赦免 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的良心活过来 使我服侍永生的上帝的时候 人怎么会犯罪呢 怎么会违背上帝的话语呢 求主帮助我 使我获得信心 使我获得战胜罪恶的信心 这是靠耶稣基督保险啊 我们人都会犯罪 罪恶啊 而我们有一条活路 正是悔改的路 正是使我们走向得永生的路 认罪悔改 我的命怎么这么的差呢 不要抱怨 是我的罪恶的 是我罪恶的果实啊 而我们 同时有这份得救赎的恩典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允许 是真理的话语 使我们脱离这一期的罪恶 使我们的罪恶得饶恕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并不是靠过年过节 能有崭新的一年啊 过年过节 并不能引导我有新的生活 唯独上帝的话语引导我 唯独上帝的话语 使我的心灵醒悟过来 主啊 求主 基督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恶 主啊 我们犯罪了 我们的祖祖先前犯罪了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恶 使我们谦虚地跪在我父上帝面前 有发辞内心的感恩感谢 赞美上帝 荣耀上帝 主啊 上帝的话语 使我的内心醒悟过来了 我才认识到我心里的罪恶是什么 通过上帝的话语我才认识到 我们犯了这样的罪恶 我们祖祖先前 一直算卦算命 而上帝怜悯我 我今天 没变疯 这真的是上帝的保守与恩惠啊 感谢上帝的恩惠 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饶恕我这一系列的罪恶 主啊 求主帮助我 使我认识到我的错是什么 使我认识到我的罪恶是什么 使我能够谦虚地 虔诚地来到主面前 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真诚地认罪悔改 所有的罪恶得到赦免 所有的内心平安 使我获得这份信心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心里现在浮现出 什么样的内容呢 一一地向主坦白 求告 求告主的恩惠 求告主的帮助 求告主的怜悯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 这福音 领受这庞大的祝福啊 我心里的恩惠 祝福 那是什么 我心里的恩惠 真的 想 我的 让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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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